我們今天從931頁開始講起 P是percentage P是我們在 binomial distribution那邊所談的 P 也就是我們在 母體裡頭 有多少的百分比是我們所要的 所關心的對象 那麼我們去取樣 我們往往會取出的一個樣本 N 我們取一個sample N 那在N裡頭呢 因為它是樣本 N裡頭我們可以算出的 到底呢 這N個當中百分之多少的 是屬於我們所要的這個目標 這個是P bar sampling percentage 樣本裡頭的百分比 那從這個百分比當中呢 我們可以去 去做一些 解液 那這樣本的百分比 我們知道呢 它趨近於什麼分布 趨近於常態分布 這期望值 比如說平均數 是母體裡頭的P 它的變異數是N分之P 乘以一減P 這大家記得吧 我們以前所說的 這叫做 sample percentage 那麼這個P chart呢 是什麼東西呢 是希望能夠找出啊 找出一個範圍 一個upper control limit a lower control limit 中間這邊呢 我們拿的是P bar 來當作中間點 因為我們 往往不知道P是多少 是吧 我們希望呢 有一個上下界 那我們每一次呢 做一個取樣的時候 去算出一個P bar 看P bar呢 落到哪邊 每一次取個樣 取N個 每一次取N個 第一次做 第二次做 第三次做 看看它會不會落在 全部都落在這個範圍之內 好 希望能夠得到 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說呢 我們的P chart呢 讓大家同學看一下 931的這邊 這邊都在回顧呢 我們以前所談的 這個sampling 的這個 sampling distribution P bar 那麼這個control limit呢 既然是這樣的話呢 大家同學你看 P bar的分佈 期望值為母體的P 標準差 既然是這樣的話呢 所以說 很輕易的 我們可以去找出 它的上下界出來 這個上下界呢 在這裡頭 我們保證呢 它是 三個標準差的範圍 所以 如果我們這邊 upper control limit 是從這邊的P 這應該是P 不是P吧 P加上 三倍的 sigmaP bar P 減掉三倍的 sigmaP bar 是吧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因為它的期望值是P 所以你加上 三倍的標準差 減掉三倍的標準差 我們可以保證 99.7%的 點呢 都在這個範圍之內 所以 什麼樣的範圍 可以保證 絕大多數的點 都在這個範圍之內 沒有超過 那這樣的話呢 這是正常的 一超過的話呢 不正常 而這個幾率只有 0.3% 3倍的標準差 那個標準差是多少呢 標準差是這個 所以我們可以說呢 它 upper control limit 這邊呢 是P 加上 3倍的 更換 N分之P 乘以 1-P Lower control limit P 減掉 3倍的 N分之P 乘以 1-P 上下 各加減呢 3倍 那這邊有一個前提 就是說你必須要知道P是什麼 我們這邊的假設 我們知道P是多少 就是說我們知道呢 母體的P 所以 Assume P 已知 那就是我們這家公司所 做的產品 根據過去多年來的經驗 我們知道呢 會產生問題的 不良的 或是良的 或是有產生什麼樣的 一個狀況的百分比 我們知道 假設那已知 這樣一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找出啊 P 加減3倍的這個量出來 就可以構建了一個 這樣的一個 範圍 一個control chart 這種control chart呢 叫P chart 是在處理有關什麼 在管控有關 percentage的 那如果萬一P不知道 你怎麼辦 我們這家公司新開張 或者這個過程 這個流程是我們 剛剛開始的 我們也要掌控啊 是吧 所以這一來呢 我們有必要去找一個 顧車量 顧車量怎麼找呢 像這個問題啊 都是多年來的老問題 你看我們在第八章不是也談嗎 第八章還記不記得 我們要找那個 那個 sample size sample size應該多少 大家還記不記得 sample size應該是多少 1平方分子 1平方分子 sigmaP方乘上 z2分子 alpha的平方 但是如果是 percentage的話呢 那個是 1平方分子 P乘上1-P 乘上z2分子 alpha的平方 還記不記得啊 第八章 你去取 跟百分比有关的时候 你取样的时候 这个P啊 不知道 母体的P没人知道 或者是说刚开始 不知道我们怎么去估设它 因为以前讲的四个方法 对吧 过去有类似的这样的实验 过去有人做过类似的东西 以前多年前 有过什么样的一个了解 所以我们可以用过去的 用别人的 还可以怎么 还可以去找出这个东西的上界 这个上界了不起就是0.5乘上0.5 0.5乘以0.5是0.2是最大的 不可能比他还大 各种方法 想办法去找出P的替代 那这边呢 P的替代我们可以找过去 这边也是一样 如果你P不知道的话 你也可以用一些那些方法 去找出 好几次的 percentage出来 那就求平均 现在我跟你讲 有一个方法就是 你可以啊 像过去 第一次做 取N个 算它的 P1 bar 第二次做 一样取N个 算一个P bar 我们把它叫P2 bar 每一次做 我们做多少次 做K次 每一次都取N个 每一次都算一个P bar 那把这个K次 所做的P bar 把它加总平均 这也是一种近似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也可以用来取代 你这个P位置啊 摆在这个中间 重点就是 你要如何去估测出 这个P出来 P出来 P出来的话呢 这边都可以带进去 就可以找出 它上下就出来了 所以这边 告诉我们的是一个 P chart的一个做法 那以我们 先前的这个例子来讲 那来看一下 932页底下 19-10的这个图啊 它以之P等于0.3 像你如果P等于0.3的话 你带进去 你可以知道 如果P等于0.3的话 同学这个是0.3 所以这变成0.3加上 加上这个量 0.3加上3倍的 0.3乘上1减掉0.3 是吧 但是你每一次取的量 是取多少 它每一次都取 200 0.03 谢谢 0.03 有问题的只有3% 不是30% 30%就不得了 那每一次取量 取200个 才是这样的话 那么是0.3 0.03 0.03 你减得0.03 200 这一算的话 你看它得到多少 加上是0.0663 这个是0.0663 那这边是多少 0.026 它变成负了 因为0.03减掉三倍的 的那个0.01 所以是负的 那你不可能是负的了 所以这边呢 最低最低就是0了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0 0.0.03当作中间值 0.0663当中间 有什么知道这个值啊 200分之0.03 乘上1减掉 0.03 开根号出来以后 算出来结果是 0.01 121 那因为你0.0121乘上3的话 超过0.03了 所以为什么这边是负的 负的话呢 不可能是负的了 百分比不会是负的 所以 顶多就是0 所以这样就构建出一个PCH 出来 这PCH的话 你每一次啊 你每一次去取200个 你就算出 这200个当中有问题的 有多少个 假设200个当中 当中有问题的 如果是3个 3除以200 230是多少 就标出来 看有没有在这范围之内 每一次通通在这范围之内 一超出 我们就有问题了 马上就检查我们的 我们的流程 我们的过程 我们的机器 我们的员工 我们的材料 每一次就给我们一个signal 这叫做control chart PCH 所以P呢 是 在谈的是percentage 百分比 就是每一次 取N个当中 有多少个 百分比 多少可以除以N嘛 就可以算出到百分比 有没有落在 0到 这边是6.63个百分点 有没有落在这个范围之内 就变成一个PCH 第一是好的 但是 对 是没有错 可是这边 不会找负的 顶多就是0 也就是说你的百分比 你有问题的 出问题的 顶多就是0% 不会让它是负的 对吧 所以 当然是越低越好 但是也要有一个下标嘛 这个下标的意思就是0 顶多就是到底 那如果那个下标 就是0.1 对 那如果它的错误在0.0 这个 这个不会 不会是这样的 所以 在这种 如果去找不好的话 它应该是0 为它的下标 但是percentage 不一定是指不良品 percentage里头 可能有 有近视的 就是你有各式各样的百分比 你那种情形是 不良品才会有这个考量 但是如果有一些 有一些问题是可以容忍的 或者说我们想了解公司里头 有百分之多少的人 是什么样的 联系啦 年龄啦 百分比啦 学历啦 或者家住在哪边 产品里头 也有各式各样的百分比 可以算了 对 是没有错 这个是 只有不好的情况 才会有那个状况 那紧接下来 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来看另外一种 NP chart 这两个东西是很接近的 什么是 同学P是percentage 那N乘以P是什么意思啊 你们告诉我 N乘以P是什么意思 期望值 期望值什么东西啊 它的单位是什么 它的单位还会是百分比吗 N乘以P N个当中 有多少个 有问题的 所以它的单位是个 对不对 每一次呢 你取N个 去乘上呢 百分比 所以N乘以P是多少个 我觉得N个当中有多少个是有问题的 那这种分布是什么分布 N乘以P是什么分布 N个当中有多少个有问题 这个随机变数是以前我们大家所熟悉的 这是什么分布 N个当中 N个当中有多少个有问题 什么分布 他都忘记了吗 看这个图 我们重复进行同样的实验 每一次因为只有好或不好 好或不好 好或是不好的几率 如果是P的话 重复进行N次 对不对 那N次当中 请问有多少次是好 或是多少次是不好的 这种分布 叫什么分布 二项式激励分布 二项式激励分布的期望值是多少 二项式分布 X是二项式分布的那个次数 N次当中有多少次 那他的期望呢 就是你N次当中 你平均应该会有多少次 平均会有多少次 你投篮命中率如果是0.7的话 你投100次 你期望他会进多少次 70次 怎么来的 N乘上个别的一次成功的几率 或是发生问题的几率 所以N乘以P 所以当你谈到的是NP chart的时候 他就 他所谈的东西 就不再是percentage 谈的就是 多少个 像我们谈NP chart的话呢 这边就要用什么 这边就用他的期望值 N次当中 会有多少次 平均来讲是NP次 是吧 那这边呢 这边呢 这应该是 upper control 那边是NP 加上 三倍的 标准差 标准差是什么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拿出我们的 二项目分布 binomial distribution 选NP 它的期望值 NP 变异数 NP乘上1-P 是吧 所以你的 二项目分布 基本上 是可以左右对称的 它的标准差是什么 NP乘上1-P 开更好 所以这边呢 我们可以知道 它是 加上三倍的 NP乘上 1-P 这边是 NP 减掉三倍的 NP乘以1-P 所以你每一次取样 你 你取N次 N次你直接就算 里头有多少次 你不用再去除以它的N 得到一个P 现在直接是要 Count 多少次 所以不用再把它换成成为 Percentage 原来的P chart P 是Percentage 所以每一次你取样 里头有多少个不好的 三个 三个还在除以200 所以你算是一个百分比 所以你算是一个百分比出来 放在这里头 现在如果是NP chart的话 你抽200个 你抽问题有多少个 三个 三个就直接三个在这边 三个 看多少个 所以NP chart 是在谈的是 你有多少个 你N个当中有多少个 P chart是N个当中 有问题的 占N的百分比是多少 这两个呢 虽然不太一样 但是呢 是同一件事 所以你看它的 4.19那个试子 那么 这个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每一次取N个 看它有多少个呢 可以放在那个NP chart里头 去算出它的结果出来 那么 要让各位同学留意的是 Interpretation of Control chart 我上回也提到说呢 Control chart里头 有几种状况的时候 你是会有问题的 这个地方说不定 你升管都提过了 升管没提到 这些Control chart Control chart我上次也提到 就是 有几种状况 你要 你要开始呢 要留意的 其实Control chart 可以用在很多东西上 任何事情啊 要发觉呢 超过那个范围 以上的话 你就开始要注意 所以如果在这个范围之内 的话OK 你可以持续进行下去 所以它不是只有 在生产上 很多时候呢 超过了 当然一个警讯 这边开始有问题 就要赶快把扭一按 整个工作流程停止 或者是超过到这个地方来 上面或下面 要超过这个 limit的话 就是很快要处理 还有一种状况 虽然它没有超过 可是你发觉 它有一种 持续的 持续的上升 假的这样 有一个流程 在某一段时间当中 连续五个点 以上的 连续五次 它所得到的值 持续的 不断上升 或者是持续的 不断的下降 你发觉它即将要触礁了 或是你发现的逐渐要 要超越屋顶了 你发觉呢 这两种状况都是有问题的 那即使它没有持续上升 如果你发觉 它都是在里面 它都持续在上面 持续在下面 虽然它都没有超越 它为什么一直都在下面呢 正常的情况应该是什么 上下 对不对 它为什么 持续都在下方 持续都在上方 或为什么它持续不断攀升 或持续不断的 下跌 种种都是迹象 正常的情况应该是有上有下吧 有时候高 有时候低 只要产生类似这种现象的时候 就是我们要 留意的时候 所以control chart 可以control的东西很多 那同学如果想进一步了解的可以看一下933页底下 这边有关的control chart的一些解释 提供一些说明 有没有什么问题 同学可以做一下22579 这一张的题目都很简单啊 有点像小菜一样 大家学了 大家学了那么多以后 饭后应该吃甜点 解释不太好应该叫甜点 学了一整年下来以后 剩下最后一道那就是甜点 还是水果 应该是水果 水果 最后一张了 我们谈的东西 把以前所学的种种的东西放在了一种新的framework上面 然后我们可以把binomial 把percentage的种种的概念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应用 其实可以应用的东西很多 你假如如果开冰店 你可不可以设一个control chart来control你 control这个东西 control什么东西 开冰店要control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可以用control chart的 如果开个小店 没有想过要开小店 要开大店 你每天做一次 或是每个礼拜做一次 什么东西最担心的 什么 品质是吧 那你去找一下 你品质应该是什么样的品质 看看你是要变成为x bar chart 还是range chart 还是p chart 还是np chart 你就可以设出一个看板 人家商店上面都挂什么 经过什么品质保证或干什么 你就挂一个np chart 可不可以啊 这蛮新的啊 顾客一走进去 你看到哇 你的掌控通通都在流程范围之内 都没问题啊 每天就把这个control chart 秀给人家看 这个卖点还不错 是吧 蛮新的哦 可以试考看 开个店可以这样思考 以前那个 以前中华电线的那个董事长叫毛治国 现在是行政院副院长 做过交通部部长 他在中华电线当董事长的时候 为了要超越台客大 台湾大哥大的那个手机 就是行动 行动电话的用户数 中华电信居然落后在台湾大哥大之后 落后了大概几十万只 所以他为了要冲上去的话 他就要所有的员工啊 每个人在三个月之内都负责 中华电信大大校员工三万多人 每个人任养五个 想办法把五个门号推出去 五乘以三十万 五乘以三万是多少 十五万就超越了 三个月 每天在中华电信的大门口那边 设一个那个砍棒 每天员工一转进去 还差多少 哦还差多少 每天下班的时候 哦现在又上升了多少 每天进进出出 在大门口上都可以看得到呢 公司现在推这个东西的清醒如何 这个有什么作用 有很强烈的激励的作用 强烈聚焦的作用 所有员工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地方 Control chart 就像那样的一种作用 思考看 我们最后一个概念呢 是十九之三 这边谈的是acceptance sampling acceptance sampling 有没有什么问题 后来中华电信在三个月不到 它的超越台格大了 在它还没有做这样的 推出这样的做法之前啊 中华电信呢就是 一泡雾水 迷迷茫茫的不知道怎么做 后来推出这个以后呢 有个目标 有个方向 那每天呢 都有个聚焦的动作 三个月不到就超越 台湾纳克大了 大家看一下呢 十九之三这边 acceptance sampling 什么叫做acceptance sampling 它是一种取样 取样做什么 取样看看可不可以接受这批货 可以符合某一种目标 我就接受 如果能够符合这个目标 我就拒绝 这种抽样叫做acceptance sampling 像海关啊 在抽样一个 一纸一纸的那个 那个什么 货柜 同学你知道货柜吗 轮船里头不是有货柜吗 那个货柜里头啊 你在一直搭轮船 不知道可以 上百个货柜在那边 那货柜里头上百个 上千个 堆积在高丘码头 请问海关人员 有没有可能 每一只货柜都上去查 不可 你量大的时候 没有办法每一只货柜都上去查 正常的情况都是 这一批货柜我抽几个 你在公司上班 你订了电瓶 你订轮胎 你订什么样的物料 供应商提供给你公司 送到你公司大门口这边来 你要不要检验 你给他订一万只 这个皮箱 一万只皮箱送过来 你要不要去检验 你不能不检验就收了 你要检验 请问一万只你怎么检验 所以要怎么样 要抽样 你知道吗 都是抽样 海关也是抽样 只有什么情况下不抽样 每一个都要查 健康检查的时候 每一个都要查 健康检查 每一个状况都不一样 所以一个一个都要查 所以排队 但是在公司在生产的过程 在大量的检查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办法做到 一个一个的普查 一定是做抽样 那么抽样的时候 你要去查它 一定会牵涉到说 我到底要抽多少样 我取N个 N个里头 我还得要给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为什么叫C呢 因为它来自于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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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给一个标准 你要给我一个准则 也就是说 你N个当中 如果出现问题的 顶多 顶多 它可以说是一个maximum C就是说 你最多人会出现C 超过C我就不接受了 简单讲 我还没说 所以我们说 N等于15 C等于1 这个plan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接受的计划 翻译有点生意 151 是什么意思 151是什么意思 每抽15个 有问题的 顶多只能有一个 怎么意思 出现有问题的个数 不能够大于1 只要有两个以上 有问题的话 整批货 就把它拒绝掉 所以我15 我并不是说 一批货只进15个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这批货可能成千上万的 可是我抽样 我抽15个 这15个 我来看 有问题的 顶多只能有一个 所以 可以有0个 0个的时候 可不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1个的时候 可不可以接受 也可以接受 2个的时候 这批货就要退回了 3个那更不用谈 这样的一种标准 叫做151 这样知道吗 你也可以定 150啊 这批货要被接受 的标准就是 0个 只能够有0个 我就是说 这批货完全都不可以 有问题 15个当中 不可以有问题 我才可以接受 你整批货 懂得意思吗 150 你可以定啊 你可以定 各式各样的标准呢 C等于2 你可以定 N等于30 C等于3 30 3是什么意思啊 抽30个 里头有问题的 顶多只能够有 3个 超过4个以上的话 这批货就要整个退回 所以你出现 0个 出现1个 出现2个 出现3个 我都可以接受 出现4个以上 我就不可以接受了 我就要退回 这样的检验 这样的检验 叫做抽样 接受 就是认可 接受 的一种抽样 acceptance sampling 所以 同学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发觉 每一个东西 每一个 每一个 皮箱 你拿回来 一看 有没有坏 全部全场都 摔一摔 踢一踢 看看 有没有什么坏掉了 不是好的 就是不好 只有两种结果 对不对 N个当中 不是好 就是不好 那看有多少个 请问 它背后的基地 腹部是什么 腹部 它背后有一种 腹部不是吗 它背后是什么 腹部 抽N个 看有多少个 有问题 或多少个 没问题 这个是什么 腹部 是不是二相式 就是二相式 分布 所以当我们这样 设的时候呢 它是很典型的 这些东西啊 都是binomial NP P是什么 P是每一个 每一个个别的产品 有问题的几率是多少 N 所以 如果你给我一个 acceptance sampling plan 出来了 我要去算 接受的基地 有多少 接受这批部 的基地 是多少 如果是 151的话 151 接受的 基地 是多少 N次当中 有问题的是 X次 对不对 X必须要多少 151 小于等于 1 所以它的几率是 0的几率 加上1的几率 0的几率是多少 C的15 那如果你 阶层 那称不到50 阶层 你的电脑 大概就爆 N够大的时候呢 这个阶层啊 这计算呢 会产生一些问题的 我不管 概念上头 是这样子 你以后 你看到 N 多少 C是多少 你马上想到 它是一个什么 分布 是个二项式 分布 也就是 取15次 取N次 产生问题的 顶多层 有多少次 顶多层 有C次 那接受的基础是多少 是 X等于0 X等于1 一直加到X等于C 拒绝的几率 就是 1减掉它 这样就对了 这个概念 有没有问题 这个概念 大家都知道了 现在 就谈另外一个概念 我们以前说过了 我们的假设检定啊 可能会发生两种状况 两种错误 这批货如果是好的 你的决策是接受它 是好事 这批货是坏的 你拒绝它 好事 这批货是好的 你拒绝它 犯什么错误 行义错误 Type 1 error 这批货是坏的 你接受它 行二错误 我们上一期谈了很多了 是吧 OK 这批货是好货 你拒绝的它 谁吃亏了 消费者吃亏了 还是厂商吃亏了 Consumers take the risk or the producers take the risk 好货被拒绝 所以好货被拒绝 这个是 这个是producers producers risk 坏货你就接受它了 谁吃亏 消费者是可以 Consumer's risk 所以Type 1 error 叫producer's risk Type 2 error 叫consumer's risk 在acceptance sampling 这个地方 有这两种风险 然后特别的 我们课本用 Type 1 error Type 1 error呢 把它叫 alpha 界定它为 producer's risk beta 叫它为 consumer's risk 这个应该是 大家普遍 在文献上 大家接受的 一个 一个 一个说法 事实上 alpha也是 还记得我们的 假设检定的时候 行义错误的几率 是不是叫alpha 行恶错误的几率 是不是叫beta 行恶错误是 Consumer's risk 就是这批货 是不好的货 你去接受 不好 你去接受 行恶错误 行恶错误 是属于消费者的 一种风险 行义错误 好货被拒绝 producer's risk 这是行义错误 所以alpha 行义错误 就是producer's risk beta consumer's risk 那是行恶错误 我们先下课休息